东湾奥克兰犯罪率居高不下 市长盛陶昨天宣布一项称为 5 after 5试点计划 也就是在平日5点之后 以及周末全日 在市中心一个公共停车场 只收费5元 希望借此吸引更多人回到市中心 并借由人潮来击退犯罪 傅景宏的报道 奥克兰市长盛陶昨日在市中心 历史悠久的Fox区院前 召开记者会 这个地点处于奥克兰的市中心 许多演唱会及表演会在Fox区院举办 周围许多餐厅及商户 也会营业到比较晚 而盛陶在记者会上 公布5 after 5 听车计划正式开始 民众限时在市中心 19街甲Franklin街的 Franklin Plaza停车场 平日5点后和周末全日 只需要支付5元就可以停车 这个停车场的营业时间也延长 周一到周三营业到晚间10点 周四到周六营业到凌晨3点 而星期天则是营业到晚间10点 而这个停车场也会有社区大使 加强巡逻监管 停车场的周围街道 也会增加照明 市府希望民众可以感到更安全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市府打击犯罪律的方式 奥克兰警察工会主席 Barry Donnellian表示 市内的犯罪率是在奥克兰 删减91份警察职位后开始飙升 这些警察职务的资金 被挪用于其他类型的犯罪预防计划 但Donnellian就认为 目前还未看到他们的成效 他认为奥克兰应该将资源 着重于警察局的人力 根据奥克兰警察局最新的资料 该市几乎所有的犯罪都在增加 暴力犯罪的年增幅就高达百分之四十 唯一的例外是凶杀案没有成长 而汽车报欠案今年至今已有至少一万一千六百宗 比去年同期多了百分之三十五 二十六台记者 附警红报道